到了夏天人们基本上没有胃口 所以到了肠下的饮食特点 我们先从主食入手 肠下我们就推出我们最基本的饮食 小米 小米叫小米 剥了壳以后叫小米 没剥壳之前这个字念素 沧海一素的素 素玉的素 这个字念素 我们先说树 这个树是中国古代的这些 我们的祖先 他们通过培育驯化狗尾巴草 狗尾巴草 逐渐育出了这个品种 树这个粮食作物 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 而且毫无争议 因为其他地方 这个树基本上没有 那么树的特点是什么 树的特点是一个是 粒特别小 是吧 小米这个蕴含的这个智慧和能量呢 就是那么小的一粒东西 最后能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然后又春种一粒树 秋收万科子 是吧 所以它里面蕴含的那种生命力 还有那种精气神 是我们中国人看重的 所以小米一粒生命的气息元素 精气神含量就比较充足 是吧